新冠肺炎疫情令香港經濟陷入衰退 政府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GDP修訂數字 按年是收縮8.9% 已季節性調整後 按季就跌5.3% 兩個數字都是歷來最差 並且與原先估計的相同 各個經濟環節表現失色 當作服務輸出 按年實質暴跌37.8% 是有紀錄以來最大 整體房物出口跌幅 就擴大至9.9% 私人消費開支跌幅 也擴大至10.1% 而營商氣氛欠街和建造活動減少 就令整體投資開支 大幅收縮14.3% 政府指如果疫情持續受控 香港主要貿易夥伴 能成功重啟經濟 香港經濟可望在下半年逐步改善 但就仍然維持 全年經濟會收縮4-7%的預測 至於全年通帳預測 政府就作出向下修訂 由預算案當時 原先估計的百分之2.5% 下調到百分之2.2% 政府解釋 減於環球經濟陷入深度衰退 加上近期港元跟隨美元首強 預料將減低外圍價格壓力 令本地成本壓力緩和 減弱短期通脹壓力 東網記者黃明瑜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